從大陸鴻回台灣 歐漢森主持選秀節目 這收視率是一路看漲 甚至衝得比同時段胡瓜的節目還要高 外界就起哄說 徒弟贏過失負了 其實歐漢森他一直是非常的低調 現在手上有四個素人選秀節目 可以說是選秀之王 但是壓力真的也是相當大 各位華人大家好 我是歐帝歐漢森 今天非常開心進行了 我們這個積分賽的第二週 這集模仿選秀節目收視奪冠 俗稱正是歐漢森歐弟 媒體大作文章 因為他贏過自己的師傅胡瓜 但是有現在的成績 絕非天上掉下來 歐漢森為了收視率 真的了不起 節目主持火力全開 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我還有365聲這樣提 表演者被拉拉隊在空中拋來拋去 高難度動作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表演一結束 現場人員立刻聯手起哄 共歐漢森上去嘗試 我聽過拉拉隊 試試幹自然上去 對 可以吧 我幫你 你可以 不是不是 莎莎好說呆說 哄歐漢森站上去 臉色蒼白的她 全身僵硬 動都不敢動 嘟著嘴滿臉通紅 加油 要燦爛的笑容 笑容上 哇塞 你臉好紅哦 好 好 現在很硬 好硬哦 你現在也好白哦 而且你哭了 有什麼事嗎大哥 嗯 誰欺負你 誰欺負你 好恐怖 你太恐怖 太糗了 好糗哦 忍不住留下男兒淚 原歐漢森從小就有懼高症 這可把大家都嚇壞了 你還注意自己拿衛生紙耶 對不起啦 我真的不知道你真會哭耶 不過歐漢森的努力 不僅換來觀眾肯定 電視台更是送上重機來慶功 我一聽到引擎聲 我整個人都軟了 因為我從那個 三年前就考到駕照 然後所有裝備 就三年前都買好了 選秀節目這幾年 在兩岸都很夯 歐滴的節目起步不算早 但照樣捧紅不少素人 他不舒服 是否有點自動 下巴的聲 像個人的溫和 但被他擁抱 會是什麼情編 雙手繁繞 有美女花眼 應聲而叫 唇色又向人間暴霄 聽策細膩嗓音 完全是費玉琴翻版 精采演出是節目賣點 但最重要的 還是歐地的主持功力 和莎莎搭檔發揮的 零零盡致 好 今天我以為零零盡 請給他零盡致 哇 哇 你到底要愛誰 你剛才對他那個眼神 我看了 真的不開心 上次凌恩來好像也是這樣 對 他不是跟我看那集 每一個你都要這樣 就派 偶像團體出道 轉型走向主持路 不過歐漢聲對表演 還是藏不住熱情 受養的他忍不住 親自模仿 跳起舞來 一點都不屬給參賽者 主持方面也不遜色 當鄰居邀請到賀一航 重現昔日秀場光彩 資深主持人 和新生代主持人碰頭 兩人踏出火花 人稱秀場天王賀一航先生 是 因為這個去年開刀啊 家裡休養了很久 是的 所以人也發胖 剛才在門口 碰到歐漢聲看到 我說 啊 你好 你好 胡瓜 欸 有差那麼多嗎 這我可以證明 瓜哥的肚子病大多了 有 笑點不斷 歐漢聲主持功力了得 人雖然紅了 但還是有個小小心願 看到黃嘉謙擔任節目評審 廣告代言不斷 讓他好羡慕 自己都還沒有廠商找上門 歐漢聲演藝圈闖蕩16年 雖然歌手錄沒有想像順利 不過歐漢聲也在主持界 找到另一片天